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来介绍在旋转运动所产生的加速度 这个加速度我们称为脚加速度 它的定义就是用它的脚速度的变化量除上时间 但是我们要稍微注意一点就是说 它的旋转的方向跟它的正负值是有关系的 一般我们定义就是说如果它是逆时钟旋转 我们会定义成是一个正的 那顺时钟旋转是定义成负的 所以也会影响到它的加速度的正负值 如果它的加速度是正的话 代表它所产生的这个加速度是逆时针的方向的一个加速度 那如果加速度是一个负的值 就代表它所产生的加速度的方向是顺时钟的一个加速度的方向 那这个角速度的变化量 我们是用它变化以后的角速度 跟减掉它变化之前的角速度 我们称为出角速度 那欢迎说如果它本来是顺时钟旋转 所以它的ω0是负的 那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它改成逆时针方向旋转的话呢 所以它的加速度呢 它的加速度就会变成大于0 所以它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它会变成逆时钟方向旋转 那反过来如果它本来是逆时钟方向旋转 那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呢 它变成顺时钟方向旋转的时候 它的加速度呢就会变成负的 这是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的一点 接下去呢我们来看这个立体 假设有个CD唱片 它从静止呢到这个加速到20个RPS 就是1秒钟20转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转速 总共花了10秒钟的时间 好那求它的平均角加速度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公式来计算 所以它的加速度的平均值呢就会等于 末角速度呢就是用2π 乘上20 然后它的粗角速度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是0 那花了10秒钟的时间 所以换句话说呢 它的这个加速度呢是4π 所以大约呢是12.57 每秒平方的reading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